PINK FUN 沈恩妮可荣蓉已经巧于 朵莉心平配函组成的人气女团PINK FUN 推出全新EP Oh My Oh My 再度登上大舞台了 花年当天高雄梦时代晚会 PINK FUN以元气活力带大家印象新年 但在过去沉寂的日子数了团训 女孩们都在干嘛呢 已经在红市开的网美闲书机店打工两年 几乎天天吃嫌苏鸡 现在在保养品公司做后台仓储管理 沈恩则一直都在餐厅打工 食量超大的他自破每次志愿工餐都是两份猪排饭 裴寒和同学一起在药妆店打工 因为跑宣传时染了超过量法色 裴寒还得为公司规定带假法上班 新平现在在电商公司做内勤 因为工作需要很常会用私人LINE跟客户沟通 哦结果遇到粉丝都会吓一跳呢 平放出道至今已经满三年了 好不容易第三张EP终于问世 前两张都遇到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偶有商演或签唱会 还得全程戴口罩唱跳 女孩们笑说啊 那时候唱完都觉得快死了 哦但又觉得自己很厉害 除了唱跳 女孩们也尝试了综艺节目 使劲秀拍戏 私下其实是体育健将的荣荣 陆续参加了全明星运动会4 和佩涵一起上炸裂吧女孩 我的炸裂女孩就是想跳脱女孩的舒适圈里面 节目组太恐怖了 一直不跟我们讲要干嘛就会很紧张 夺利先前在恋爱实际节目 为你唱情歌中 展现创作实力 希望在新的一年 可以推出自己的音乐作品 乙鑫则是演出了魏德胜指导电影贝格 第一次长时间投入剧组工作 她笑说拍电影比女团累多了啊 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演出本土八天档秀台语哦 希望你可以成为是来代苗可莉 舞台上的光鲜亮丽 都是女孩们坚持才拥有的哦 支持起来吧